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踪支架的这个提升发电量增益等等 这些都是在大多数都是从实验室数据而来的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光伏产业发展的新消息 近日从青海传来的好消息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生态光伏园区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 成为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发电园区 昔日的戈壁荒滩寸草不生 如今随着光伏发电的兴起 却成为科技感十足的光伏蓝色海洋 当地人也借光过上了好日子 最大的光伏源为何落户在青海 产业发展的背后 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调查 在我们那边 以前的那个草场上 草长得不好 现在草长得好了嘛 所以羊就起标吧 羊标起来以后 就是它产高率高一点嘛 原来就是一百只母羊 只有成活率达到四五十只嘛 现在就能够达到六十多 正在放牧的叶多 是共和县塔拉滩上的一位牧民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塔拉滩 曾经是沙化土地面积占98.5%的 半荒漠化草地 这里不仅荒芜人烟 还严重威胁着周边黄河生态区的安全 当时呢是这个种地呢没水 范木呢没草 虽然是戈壁荒滩 但当地年平均日照数 在2100小时以上 在光伏发电方面 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2年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 在塔拉滩开始修建 如今这里已建起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 海南州生态光伏园 2022年的6月26日 被这个世界吉尼斯记录认定为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园区 和全球最大装机容量的这个水光互补的电站 现在这个光伏发电园区已经入住了46家光伏企业 总装机量为15730兆瓦 年均发电量达到100亿千瓦时 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780万吨 原本以为建起了光伏电站会影响放牧的营生 但让当地牧民们意外的是 一块块光伏板遮盖下的荒漠化土地 却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牧草 主要是建了光伏板 主要是它遮阳 遮阳像这个底下的这一块 它就是水分蒸发减少了 减少以后其他的草就起来了 长起来了 长得好 以前塔拉摊上的草长得迟 太阳一晒之后干得快草不够吃 每年光是草料钱 叶多就得花上一万多元 不仅如此 这两年赶上了羊肉价格好 叶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从原来的一百多头增加到三百多头 叶多家有一儿一女两个大学生 收头宽裕了 孩子们的生活也更有保障了 一说起来 叶多就很自豪 和叶多一样 在塔拉摊光伏板下放羊的牧民 还有二三十户 正是有了这些光伏板 他们养羊带来的收入都在水涨船高 不光是当地牧民 当地新能源项目的建设者 也目睹见证了塔拉摊上出现的变化 十多年前 王伦就在海南州的一家水电站工作 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当年通勤班车 每次经过共和县的塔拉摊是 黄沙遮天蔽日的情景 最贫瘠恶劣的地方 往往能开出最惊艳的花 海南州境内 黄河流程411.3千米 是水电资源的富邦区 这里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光照资源 建设光伏电站 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2012年开始规划做光伏 当时也困难重重 因为建光伏 老百姓也认为 对当地的气候会造成污染 当时的领导们也说 这个是个垃圾店 白天有电 晚上发不了电 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直以来 火电水电 一直被认为是优质 稳定的主要能源 而光伏发电 因为具有波动性 间歇性 随机性等特点 并往销纳 一直制约它的发展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当地既然水电资源丰富 那么能不能利用水电 来和光伏发电 进行协调互补 探索出新能源发展的新模式呢 水电用行的特点是什么 它就是响应速度快 调节能力强 我们觉得水电应该有这个能力 就是水光互补 优先你光伏发电 我水电对你的处理进行调节 互补 最终实现 向电网输出 优质稳定的绿色能源 将光伏板布设在什么位置 哪里有足够的空地 又与哪个水电站协调运行呢 经过多方甄选 龙阳峡水电站 进入了建设人员的事业 我们雪来雪去 比来比去就是 黄河龙阳 龙阳峡水电站 是黄河上游最大的库容 这个247亿的库容在那方 它调节能力很强 库区的两岸 都有大量的未利用的皇帝可以利用 左岸的话是共和线 右岸是贵南线 但是您要考虑这个 考虑这个输送距离 当时雪在左岸的话 跟龙阳峡输送距离53公里 距离也合适 1989年投产的龙阳峡水电站 是黄河上游第一座 大型梯级水电站 电站总装机容量 128万千瓦 年平均发电量 60亿千瓦时 龙阳峡水库的左岸 正是塔拉滩 随着水光互补项目投入建设 龙阳峡水电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就是网调 调度给我们下载一个符合曲线 我们在满足这个符合曲线的情况下 1234 这是我们四台发电机组 然后这是光伏电站 然后它就是作为我们虚拟的第五台机组 光伏符合存在有波动 你看它这个符合 随时在波动 然后通过这个水电的调节 来满足它的这个光伏的 就是光伏电加我们电是一个平稳的 就是解决光伏 就是发电的安全性 并往的安全性 龙阳峡水光互补项目 总装机容量85万千瓦 光伏电力 从塔拉滩上的恰隆光伏电站出发 送到龙阳峡水电站 在这里和水电进行打捆 再稳稳地向电网进行输送 白天为了满足光伏发电 应发即发 水电机组的负荷往往都被压得很低 所以从大坝外面看上去 水面上只能看到小小的涟漪 在值班时 金文辉也常常会遇到光伏发电 剧烈波动的时候 他说水电快速调节的能力 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光伏 它这个就是从早上太阳起来以后 它开始逐渐慢慢多发 光伏起来了 然后水电慢慢往下调 这点涂降的 就是光伏到我们一个 突然来了一片云 水电马上把它调起来 马上把这个负荷就带起来 维持它的整个 我电站送出 就加光伏送出的一个平稳 加上调节 也就是两三秒 基本上就能调成到位 现在龙阳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 一年可发电 14.94亿千瓦时 相当于一年解约标准煤 46.4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122.66万吨 二氧化流 3944.16吨 周刚还告诉记者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 水光互补还将迎来 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首个依托梯极电站建设的 创新型示范项目 拟装机容量 100万千瓦的龙阳峡 大型储能工厂 预计将在今年内开工建设 储能项目建成后 光伏电的销纳渠道 将更加多元化 我们大规模的光伏项目上马之后 在这个用电符合 没有大规模增加的时候 相互不匹配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光伏发电的一个高峰时间 它一定会存在一些 这个销纳和气光的这个问题 销纳不了产生气光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龙阳峡的这个储能工厂 就能发挥它的作用 朱刚解释说 储能工厂就是利用光伏发电的顶峰负荷 驱动大缝 将下库拉西瓦水库的水 抽到作为上库的龙阳峡水库中 储存起来 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进行水利发电 不仅使水资源及水库库融都得到循环利用 更是新能源电影响的储能方式 利用这个抽续作用 实现这个 对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光伏的调节和补充 实现这个多能互补作用 吸收我们光伏的这个分顶符合 然后在低谷时段进行补充 提到这个储能和调节作用 正是有了一个个新模式 新技术的不断落地 才成就了塔拉滩上 这个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 在这个园区内有一块被小心呵护着的区域 如果不是跟随着工作人员的职业 一般人很难知道 这里藏着这个光伏园区高速发展的核心秘密 国家电头集团光伏储能创新中心的傅少杰告诉记者 以光伏板下的支架为例 2015年前后市面上主要是以固定支架为主 国内外不少厂家都开始在研发生产 带有追光功能的跟踪式支架 但是不同类型的支架对发电效率的提升 到底能有多少呢 因为当时是这个光伏的不管是组件的这个转化效率 组件的这个电池的转化效率 还有拟变器的这个所有的供流值 转量效率值 还有这个跟踪支架的这个提升发电量增益等等 这些都是在大多数都是从实验室数据而来的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规划不断增大 技术研究 设备标准 评估方法 都得跟上 建立一个多品种 多方案 多样本的光伏发电 户外检测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概这个转取了当时代表全世界组件行业 最先进的组件 大概26种组件 然后是21种磷编器 然后17种支架 然后这个30种这个设计里面组合 还有这个15种新设备 30种新材料 后面加了一些储能的这个储能的配置方案 一共是143种方案 2016年集合了光伏行业各种前沿技术和设备 这个时政基地在塔拉滩上建了起来 不同类型的光伏板组件 不同技术的逆电器 不同类型的支架 不同的设计里面搭配方式 他们的发电量系统效率 以及衰减损失特性等关键指标 都有了最真实的评测和分析 产学沿用相结合 不仅成就了一套光伏产业的百科全书 还为后续的光伏项目建设 提供了经济高效的技术方案 通过我们对时政基地的运行 然后发电量的对比 发现双面高效组件 加平坦着跟踪支架 加组传景变器 是目前是当时最优的设计方案 一个搭配 时政基地经过千百次检测 分析确定的技术方案 为后续光伏园区的建设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轻域直流是一条连接青海 和河南的特高压通道 每年都会将4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从塔拉滩直接输送到河南驻马店 可以解决河南全省八分之一的用电量 减少燃煤消耗约180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2960万吨 傅强在塔拉滩上也坚守了十多年 他告诉记者 他身后的这个光伏项目 正是轻域直流的配套项目之一 在这里 他们也通过实证数据 对设备进行了最优的搭配组合 之前的话我们也用过这个大型的这种 这个集中式的逆变器 因为它那里边的话 这个元器件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这个维护量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实证之后 我们现在还是大批量的选用了这个祖山式的逆变器 它现在基本上就是免维护的 所以说我们维护的这些成本就降低了很多 傅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在轻域直流配套发电项目里 所采用的这套设计方案 尽管在综合建设成本上要增加11% 但相比于发电量的增加 这个成本花的值得 总体来说我们发电量的综合提升的话 应该能够在15% 但是我总综合算下来的话 我提升的发电量是完全可以涵盖 傅强告诉记者 目前他所在的公司 在西北地区的光伏项目 已投运396万千瓦 后续还将有471.4万千瓦的光伏项目 陆续开工建设 这一方案仍将是首选 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 建设方案也在不断优化 随着效率的提高 光伏建设的规模也在加速裂变 2020年1年 特高压我们那一年 我们新能源投了435万千瓦 而在这之前 我们新能源的总体量 也就是不到400万千瓦 就前面干了10年 一年干了过去10年的规模 业内专家预测 塔拉滩上蕴藏着 2万多兆瓦的发电资源 年均发电量可达329亿千瓦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光伏电 将在塔拉滩这片光电乐图上 被生产出来 如何让这些源源不断的绿电 发挥出更大作用 就需要输变电项目的配套 十四五期间乃至十五五 我们规划了三条光伏带 建成三条特格压 往这个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港珠澳地区 输送这么三条特格压 就寓意着我们的绿电三江源 夜幕降临 是谁在默默守护这一片光电乐图 白天我们这边要发电 保电量 一般就是这些浴室的流行 放到外面前的话 不影响我的电量流行 光伏加乡村振兴 如何让当地百姓借光 过上好日子 我们那是打光了 打光打光的那个 一天就四五块钱 最小的也二百万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夜幕降临 塔拉滩上的这个光伏园区里 大部分职工 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从工作区返回宿舍休息 但夜色下 却有这样一群人在逆想而行 好 现在分下面的夜色 开关 好 第二次开关一分 确认一分 好 白天我们这边要发电 保电量 我们晚上的话 设备这些光伏板这些 就组件这些都全停了 停完之后我们就是有一个 一般就是这些浴室 这些放到晚夜间的话 不影响我的电量这些 浴室是为了发现运行中设备的隐患 预防发生事故或者设备损坏 所做的预防性试验 使电力设备运行和维护中一个重要环节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 是龙阳水光 互补光伏电站的1号到9号三处潜伏 子镇相变清扫及浴室工作 然后加压的时候 不要在这个咱们警戒在区内走动 明白了吧 明白了 行 那个啥 先测直走 张义飞告诉记者 这样的浴室工作每年一轮 随着塔拉滩上的光伏项目越渐越多 它们的浴室量也越来越大 从最初的一年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到现在一年需要七八个月 现在整个园区内 有三千五百七十多台相视变压器 需要做浴室 从今年2月16号开始到现在 它们已经完成了三千台 我们一般从晚上九点左右开始 要干到正常顺利的话 要干到凌晨大概两三点 从试验到数据分析 到墙修处理 它们的浴室中 发现最多的问题 往往是绝缘不良 当地气候炎热 变压器的工作温度高 张义飞说 这种绝缘不良 看似小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被检查到 时间一长 星则短路跳闸 重则起火爆炸 我们属于就是设备的最后一道底线 最后的防御者 寿门员 塔拉滩的戈壁上 正是因为由这群人的默默守护 才让这片光伏蓝海 时刻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戈壁摊上的光伏建设 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和机遇 赵顺光是共和县铁盖箱 夏和乐寺村的村民 过去 他和村里的大多数人一样 除了在家种地 就是到其他州县 甚至外省去打零工 有活干的时候 一天挣上100到120元 一年到头 最多能拿回家两三万元 就算是不错的收入了 2015年他和同兄 开始到光伏建设项目上打工 我们那是打庄 打庄 打库的那个 一天就四五百块钱 最少的也是二百万上 三个多月下来 赵顺光就挣了四万多元 脑子糊落的赵顺光 干脆把项目上打庄的活承包下来 带着乡里四五十人的队伍 在光伏建设项目上 一干就是三年 今年下来 赵顺光不仅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 还在县城买了新房 和赵顺光一样 铁盖箱不少村民都在县城买了新房 夏和乐寺村支部书记陈列东主告诉记者 村里常年在光伏园区 搞土建安装 星系光伏版的有三百多人 村里的劳动力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在光伏园区里务工 15年我们村的人均收入是两千多 两千多少 两千六 到去年的时候 这个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七千四百多 人均收入 大伙手里有钱了 村戎村贸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2018年 夏和乐寺村建成了全乡第一条柏油通春路 不少村民还建起二层小洋楼 绿树红花的硬照下 家家户户都建起了统一颜色的围墙 一个个过去以土坯房为主的西北山村 变成了今天的高原美丽乡村 光伏加乡村振兴 未曾经的戈壁荒滩 带来勃勃生计 光伏产业是推动我国能源变革的重要引擎 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光伏组建产量 全球占比超过四分之三 累计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1月到5月 全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2371万千瓦 同比增幅为139%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大型光伏产业园的建设过程当中 需要不断地借助新技术 新模式 新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 才能够一点点发展壮大 而园区的建设 一头牵着地方经济 一头连着百姓的民生扶植 我们希望戈壁滩上的光伏海 能够源源不断输出绿色能源 给人们带来更多新希望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